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唉呦 这是谁呀 夏和西 小时候多清秀可爱 现在怎么长这样 人家都说结婚之前要一起注意的事情 可恶我们不是明天就结婚 怎么了 结你家了 我才没有 这个月的会员费是 13000234 我都批你算好了 以后我们的小金库 你可要保管好 安 安迪电话 夏总 十九号到了 十九号到了 我们走吧 十九号 你还记得我相红多少次行吗 别紧张了 小媒婆 真的是你 轻轻 你怎么在这 对了 我带你见个人 你们俩 小媒婆 好久不见 这位是 你好 我是夏河新 你好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 你们是我撮合的 你们是我撮合的 都这么久 领着结婚 我初中的时候不懂事 很快就分开了 我也没想到的 莫名其妙的就遇到她了 绕了一圈 还是最初的相信对象 真是老天爷的安排 你怎么 虽然咱们是好姐妹 我结婚你为我高兴 但是 你也不至于哭吧 不是 我就是觉得 为什么我撮合你们 不撑 别人撮合你们 你们就撑了 一天之内 十几两笔 就是让人难过 你人回国了 好像是 下个月就结婚了 哦 夏太太 那我们准备点 什么新婚礼 都听你的 夏先生 十九号到了 我们走了 十九 十九号 你还记得我向过多少次 行吗 看什么呢 你别闹我我再算账 别算了 不想 我帮你算 我帮你去�一点 闹林响 你去开门 我帮他帮你去开门 你去开门 你去开门 我去开门 你去开门 这是什么星际火燎新婚祝福吗 嗯 这是 现在是 你别闹 湛林 这是我的妻子 四小木 你好 现在是 我是过去时 你好过去时 我是现在是 你的将来是 我是听说你们结婚了 所以呢 千里迢迢的来祝福你们的 本来呢想给你们个surprise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 就在这了 不好意思啊 安丽 抱定这组线 快点 苏小姐看起来很年轻呀 是啊 大家都是我喜欢年轻 倒不如Jemmy小姐 产相成熟 哪里 家族企业要操心的太多了 不像苏小姐 在小公司打工 应该很清闲吧 是啊 事少离家近 方便管理我的副业 哦 副业 真业红娘 为我的349个会员 解决终身大事 哦 可真是重要的副业呢 还能方便给自己无色无色 怪不得夏河西这么快 就被抓走了 她可是自己贴上来的呢 我也考虑了很久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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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什么特定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漂亮的 废话 那我再问你 男生是不是都对他们的初恋恋恋不忘 那我得看她漂亮的女生 那我得看她漂亮的女生 怎么样算漂亮 怎么样算漂亮 需要什么服务 需要你不要服务的那种服务 你怎么在这儿 我的活动都是会员纸啊 我呢 可是你邀请来的哦 你 你就是前段时间刚回国的安玲小姐 所以你说刚回国也是假的 对啊 我就是想看一看 能把夏和熙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 到底什么样的 现在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 你可以看看场上的男嘉宾 说不定可以牵手成功 别呀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就不想知道 我跟你老公的故事吗 该知道的我都知道 说 你要故事 我有酒 前几年 我们家跟夏家一直有生意往来 我第一次在我爸公司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她 可是呢 她一直拒绝我 后来有一天我在咖啡厅的时候 刚好看到她跟一个女孩纠缠 一看就是感情战 妹夫真厉害啊 按照多年看男人的经验呢 一定有故事 我前几天刚回国 这几天还在倒时差呢 唉 刚回国怎么就要走 国外还有工作要出来 给我拍一张照片吧 你这次出国是不是为了躲着我 我只是你的哥哥 如果 她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女孩彻底死心 我说有啊 你和我合约结婚 她肯定对你彻底死心 我想着两年嘛 这块石头也捂热了 谁知道时间一到 她就签字离婚回了国 不愧是我了 啊 不过如你所说 这些呢都已经过去了 你呢 必对我有所防备 我劝你还是花点心思 多了解了解她吧 好的安定 好 好 夏太太今天什么安排啊 有 有 在家数前两天单身派对这儿呢 昨天不是数过了吗 我决定在下一笔钱进来之前坚持数保持手感 我看某人就是不想出门 就想待在家里别 别闹了别闹了 我不说了还不行 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下午去吃婚纱 一会把你先送过去 我去外公司 很快就回 那我 刷这个 遵命 小姐您好 请问您有预定吗 好像没有哎 不好意思小姐 我们这里的婚纱要提前三个月预定 不然您可能吃了也买不到哦 小木 是小木吧 学姐 我一看就是你 毕业中好多年没见过你了 是啊 你也来这试婚纱吗 是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约好了吗 还没有 哎呀 那这里的预约周期很长哎 小姐 你看这样行不行 她是我朋友 嗯 我们俩都在你们家店 不用给我们打折 给苏小姐按照我的时间一起来 啊不好意思叶小姐 这恐怕不行 因为我们只有黑卡会员 才能够免派对 哦 我好像只有金卡哎 不好意思小姐 我不知道您是我们的 黑卡会员我们的黑卡 就是金色的啊 嗯 哎 黑色的是 灰 啊 有点事 哎老公这里 老公 这是我学妹小木 瞧了吧 哎 哎 说起来 你们俩也是同学 是吗 嗯 你想跟别怎么见的 所以说 学姐你们两个也是上学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学好了吗 老公 你怎么有这家店的黑卡 这是我正为集团旗下的产业 这位是 啊 这是我老公 夏和熙 忘了介绍 这是我老公宁然 你好 叶先生 你好 夏总好 叶小姐 您一定的灰纱到了 现在可以去试了 好的 那小木我们就先过去了啊 回头咱们加个微信 和李记得来玩啊 啊 我扫你我扫你 走吧 夏总小太太二位慢慢选 好 觉得别定的话 我们可以换讲电影 本来我觉得看见他会不舒服 但刚刚觉得像是一个很久没见的老熟人 现在很开心啊 可能是因为有夏先生 那你要去参加他们婚礼吗 我学好了 夏先生 我可以回答你上一个问题了 当然不啦 我们自己婚礼的事都忙不过来 我看你主动加他微信 他以为你要去把他跑花抢走 你想多了 我是想多了 为了他们喜饼定了没有 不愧是你 我的夏太太 什么时候对我这么坦白 是啊 所以 夏先生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明天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想知道的 我都告诉你 我喜欢他 你在这儿 tipo 我也是咱说是那儿 tipo 你也想知道 你不想到这儿 你不想到没有 这儿的事都要走 你不想到 roof